这个盖田说之后啊,就逐渐形成了魂天书 这个是中国古代官方认可的一个宇宙文 因为你盖田说一方面只有数学不行 我们还有发明创造 还有它的轨迹的演化 魂仪魂相演成魂天仪嘛 那就是模仿这个日月五星的这个轨迹 地球是鸡蛋黄 然后这个日月五星围绕着这个鸡蛋壳转 我们看刚好它是不是正圆形 但现在这个太阳系这个是一样的 地球漂浮在单清里 海洋然后鸡蛋 悬浮在宇宙当中的气 除了鸡蛋之外 还有鸭蛋鸽蛋 什么鳄鱼 平静宇宙 然后盖田说之所以否定 它是因为还有这个 后来一个和尚发现两地之下的距离 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是同样的 又产生了弧度说 其实它也有可能是地理的体型的原因 我们没办法去追究了 海洋说也有它的意义 也有它的实用价值 在此之后呢 西方当然是一睡又是地板点 地形说 我们还是要夸赞一下 当然中国古代都是以地球为中心 以中国为中心 中土 都有道理 我慢慢讲 这个地形说呢 为什么还说它有用 因为它是站在地球本位的角度 它是宇宙太体点 我们观测的时候 所有的日月星辰 都是以它为相对论 它的能量是相互的 你看太阳虽然大 离得远 月亮小 但是它一来 所有潮汐女性都在听它话 中国古代这个 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肉眼看上去 就太阳月亮一样大 当然有的时候 大一点 一样 就是一样一样 你看星星离我们再远 再大 比太阳再大 就没用 我们肉眼对我们 还是实用 这才是叫实用科学 所以说又颠覆了 这个科学发展的太远 能找不到边 找不到运用 那也是 长期来说是没用的 然后呢 这个行星都会发光 在我们看来都会发 而且金木树沃土 刚好是 秦斥 黄白 黑 它给我们的肉眼的感觉